来 我们看一下资产负债法的一般的核算流程 第一个 根据相关会计准则确定除了地盐所得税资产和地盐所得税负债以外的资产负债的账面 第二个 根据会计准则对资产负债计税基础的确定方法 适用税收法规确定它的计税基础 第一个是确账面 第二个是确基础 这两个确完之后 然后比对它的账面和计税基础认定它是可抵扣还是应纳税 确定资产负债表日地盐资产负债的余额应该到多少 与期初的余额相比 确定当期是调增还是调减 显然它的一般流程里面 确定当期的地盐所得税资产和地盐所得税负债的登账额是用两头的余额去挤 这是典型的电脑的一个做法 我们考试给你背的这个口诀是怎么登的 地盐私产 地盐负债呢 是用当期的差异的变动直接成税率 那样做会更快一些 就本期发生的事项 按照适用的税法规定确定应税所得 应税所得算出应交所得税 然后根据刚才的地盐私产 地盐负债 以及应交所得税 推算出最终的所得税费用 这些文字你不用去背 看懂就行 我们在这找个题把它展示一遍 甲公司20年税前利润1000万 所得税率25% 首先第一个 20年的啊 有一栋楼 20年初往外令 原价1000 一直是10年直线折旧 相当于每年的折旧是100万 出租这天折旧提过300了 那么这个投资性房产产 后续用公有模式计量 出租当天 账工都是700 那就没有差异呗 出租当天没有差异啊 年底的供应价是800 连事务局说了 你原来的那个折旧口径 我是认可的 你的公有我肯定不认 你说他这个账面计税是个啥样子 咱们把它画一下 首先年初的账面计税都是700 差异为零 然后他说公有模式的投资性房产 这儿是调到800 那这儿肯定是800 计税每年切100下去 因为它和原来的折旧口径是一样的 那就变成600 你看看 这是200的什么差异啊 应纳税差异 这叫新增应纳税差异 200 OK 某销售部门用的固定资产 19年初开始则原价200 没残值 会计4年期双倍 税务上5年期直线 那这个还得算 这是2019啊 这是2020 你看看起头 大家都是多少 大家都是200 你也200 我也200 差异为零 然后会计上整了个 4年期双倍 4年期双倍 就是一年切一半 这就是100 这被远称50 就这样子的 计税呢 计税是5年直线 5年直线 每年应该是40 每年40的话 这也是160和120 应该是这么一个节奏 这个是可抵扣60 这个是可抵扣70 看这儿是新增可抵扣60 一个 可抵扣啊 这个是新增可抵扣10 另外一个 我们要找的是这个 20年的新增可抵扣10 4月1号有个短线投资 初始成本300 年底供应价363 这个呢 我给你画个图 年初的话 年初的话 账面 计税 差异 全是0 因为他4月1号才买的嘛 年底的账到363 计税呢 300 差异呢 63 新增应纳税啊 新增应纳税 63 质量担保费的预计负债60 是年初预额 年底80 这个简单 直接画图 来画成图 长这样 预计负债 你得看啥原因造成的 你不能说你看见预计负债 就像看见科迪扣差异一样 你得看他的起因 预计负债 起因于产品质量担保费的 起因于违约金的 这个是科迪扣差异 起头多少 60是吧 60 计税0 科迪扣60 这儿 这儿 80 0 80 新增科迪扣多少 20 对这样子的 这是一个收定金500 未来下一年再发货 总价款1000万增值税 13%成本800 这里面税务局说了 对预收账款 或者叫合同负债 关键的 你看税务局什么观点 如果税务局说了 说定金走收入 那就是科迪扣 如果税务局说了 定金跟会计观点一样 都走负债 那他就没差异了 画图 你是这样的 你现在是站在2020年 对吧 你这合同负债的账面 计税差 起头都是零 你这收了个定金500 就账面是500了吧 计税呢 零 科迪扣500 新增科迪扣500 搞定 没了这就 来咱们对一声 根据刚才我们的整个的分析 来对一声 投资性房地产 新增 应纳税200 固定资产 新增 科迪扣10 短线投资 新增 应纳税63 预计负债 新增 科迪扣20 合同负债 新增 科迪扣500 没错 传在一块 税前利润1000 投资性房产 新增 一纳税200 按照口诀 应该是减它 固定私产 新增 科迪扣10 应该是加它 短线投资 新增 一纳税63 应该是减它 预计负债 新增 科迪扣20 应该是加它 合同负债 新增 科迪扣500 应该是加它 我给你传一下 是1000 起头 1000 1000 这个是减 这个呢 加 这是减 这个呢 加 这个呢 加 1267的应税所得 应交所得税 是乘25% 等于316.75 然后看低延资产 低延负债 你几个 科迪扣 三个 这三个全新增 看 这是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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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30 530的净新增 25% 乘过来 借记低延资产 132.5 负债呢 低延负债 两 应纳税 打包263 25% 乘过来 是代记低延 所得税负债 65.75 然后你看 用这个 减了这个 加这个 等于它 250 250 会计分路是 借记所得税费用250 借记低延 所得税负债 132.5 代记低延 所得税负债 65.75 代记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316.75 有个问题 你说这个 低延所得税的 收益是多少 低延 所得税收益 等于 132.5 减去 65.75 我给你 合一声 132.5 减去 65.75 这是 66.75 的低延 所得税收益 OK 上 再来一个多选 2019年11月20号 5100万买了一台设备 19年底达到预定科使用 假公司预计20年 净餐只为100双倍余额地减法 提着就 税法是20年净餐只100的直线 这就 我先给你画画图 来 不哪年开始折呀 肯定是第二年 2020年呗 2020年这是账面 这是计税 这是差异 先说起头是多少钱 大家都是5000亿 你也5000亿 我也5000亿 差异为零 会计上整了个双倍 是双倍吧 几年切 20年 20年的双倍 就是二十分之二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我给你切个十分之一 5000亿 减去五百亿 这儿落多少 四五九零 税务局是抠掉净残值100的二十年 二十年 那就是5000的英体组总折就除以二十年 一年折就二百五 二百五与五千亿相比 它的计税基础是4850 你看看你差多少 4850和4590中间差的是二百六 什么差异啊 科里扣呗 新增科里扣二百六 然后他说税前利润是多少 三千万 别的事有没有 没有 没有吗 假公司预计未来挣的钱够冲底科里扣差异的 而且产品都卖掉了 这干嘛说这句话呢 那就说它的折旧都所当其损益了 别的事没有 那你看看他这个应税所得是多少 三千应该是加上二百六吧 三二六零 交多少税啊 乘百分之二十五 交815 二零年底的账面4850吗 账面不这是计税 交税815对着呢 设备的账面小于计税差二百六 地烟私产六十五吗 这得算一下 二百六除以四 没错 折旧提五百一 对着呢 后撒是对的 第一个不对 你看我这算对了吧 会计折旧 会计账面 计税基础 这个4850 X260 科里扣嘛 新增科里扣借机 DNS产代机 索的税费六十五 交税的话呢 应该是815 来再看一个 有一个投资性房地产 19年12月20号 两亿买了一栋楼 当时按固定私产灯 2019年底 把它拎出去 公允价是多少 2.2亿 这叫自用房产转化成 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增至2000万 形成代机 其他综合收益 然后 20年初 收取租金 一年1000万 20年底的供应价 是2.2亿 我先画图 再说话 首先这是2020 这是那个账 这是那个记忆 这是那个差异 2019年底之前 他调过一次 公允价 就是那个 自用房产转化成 公允模式的投资性房地产 增值了2000万 那个走的是 代机 其他综合收益 那个待会再说 我先说 他这个20年 接过来的账是多少 2.2亿 计税呢 两个亿 差异 0.2 什么差异 应 应那 谁差异 但是你当初在 什么 自用房产转化成 公允模式的投资性 房地产 增值 代机其他综合收益 那个形成的新增 应那 水差以2000的时候 你这个调 地缘负债 对应的 不能是所的税费 得调 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咱以前 讲过这个时候 那你作为 20年来说 这儿的账面 年底是2.22 计税呢 值钱法折旧 50年 你算吧 俩亿50年 一年是多少钱 400 俩亿减去400 落1.96亿 1.96亿 与222 00相比 形成 应 纳税差异 0.26 那就说 新增了个 0.06亿 应纳税差异 看看他到底 问啥吧 2019年底 确定其他综合收益 2000吗 这个当初 的确是 代计过其他 综合收益2000 但是他 形成的是 新增 应纳税 差异2000 他还有一个分路 得借记其他 综合收益 代计 地盐所得税 负债2000的 25% 也就是说 最终的其他 综合收益 增加的是 1500就对了 实现税前利润 3000 这是19年吗 没说呀 压根就没提着事 20年的利润 总额是1200吗 1000的租金 加上200的供应价 调整 为什么 你看2.2 调到2.22 这不是200的 供应价调整吗 所以说当年 走的利润总额 就是租金 供应价波动 俩 构成1200 低延负债余额 是650吗 这得算一下 他是0.26 是吧 0.26 25%是多少 除以4 650 这个是对的 要这么说的话 C跟D是对的 你看19年 12月20号 买楼做固定资产 年底调公允的投资性房子产 涨过2000 涨过2000 叫新增 应纳税差异2000 因为税有局始终认2亿 但是这个新增 应纳税差异2000 你调低延负债 你不能调所的税费 得调其他松核收益 得调500 借其他松核收益500 带低延所的税负债500 最终的其他松核收益 是净增1500 20年租金 是1000 19年说挣3000万 这压根都搭不上去 20年才收租金 20年的租金是1000万 然后刚才那个2.2亿 调到2.2亿 涨了200万 最终是1200的 这个公民加的波动 加上租金 形成1200的利润增加 然后最后的这个 投资性房产年底的 那个应纳税差距是2600 那这个 2600 看就这个 2.2和1.96 差2600吗 2600的25% 这是地盐负债吧 应该是余额 650 搞定 再来一个 21年税前利润1900 权益法的长头 盈于1200 税法说了 当期不计入应税所得 打算长期持有 这个首先讲权益法的 这个投资方确定了 投的收益 对方一挣钱 我方走投的收益 税务局肯定是不认的 如果说呢 你这个投资 有明确的回收计划 可以作为暂时性差异来处理 你没有的话 按永久差异来调税 直接减1200就可以 收定金1600 税法说了 要计入应税所得 这叫新森科底扣 别的事没发生 问谁说不对 你想想你得拿1900 减个1200 加个1600 应税所得是多少 应税所得是2300 交税多少 25%乘以上 2300除以4 交税575 没毛病 地盐所得的资产是400吗 就一个1600吧 没错是400 地盐负债 因而根本没有 没影响的事 所得税费是多少 所得税费 应该是这样子的 你贷的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是575 你刚才借的地盐 所得税资产是多少 400 然后这再借一个 所得税费 你挤它呗 等175 对着呢 这个对着 ABD是对的 他问谁不对 那就C位 C不对 这是咱们刚才 比喉的那个分路 讲完了一般的合算 咱们再来看一个特殊的 既有永久差异 又有暂时差异 这个怎么办 当初在讲解 纳税影响快捷法时 我就做过一个铺垫 我说纳税影响快捷法 它生存前提 是在暂时性差异时 才有存在的必要 如果它没有 暂时性差异 或者说呢 碰到了永久性差异 那么根本就没有 纳税影响快捷法的特色 当出现永久性差异时 你只需要按照永久差异 调应税所得 算应交所得税 并推定所得税费 就跟那个应付出行看法 没有任何区别了 那现在是俩都有 怎么办 俩都有的话呢 你得先把这个永久差异 调到应税所得里面去 体现刚才这个思路 然后再碰到暂时性差异 按纳税影响的方法去做就可以 来 永久性差异的概念 这个差异呢 是永远存在的 在这儿呢 不存在以后转回的问题 因此呢 我们通常不探讨 什么账面计税的关系 因为永久差异匹配的资产负债 账面计税是相等的 严格来讲是没必要探讨的 永久差异的分类 会计上说它是收 税务局不认的 这个比较明确的 就有一个国债利息收入 国债利息收入 在会计上是做投资收益 但税法认为 国债利息收入的话呢 属于支援国家建设是免税的 这种事特别少 他这还有一个 叫成本法分红收益 成本法下 我们投资方拿到的那个分红收益 会计上干嘛来的 走投资收益啊 但税务局说了 这个已经交过税了 不用再交的 这个也是免税的 叫永久性差异 所以说碰到这种情况呢 调税是把它减掉就对了 第二个 税务局做费用 会计不认 来这什么情况 这个就是研发费追扣 咱们说了好多遍那个 第三个 会计上做费用 税务局不认 这个是最常见的 超标招贷费 就吃多的那个 超标的 同期金融机构贷款利率标准的利息费 高利贷利息费 超标部分 非公益捐赠部分 还有谁 招贷费后面有个 伐墨支出 这都是会计上 做到支出税务局不承认的 调税是怎么办 加上它 等会儿 那个公益捐赠是咋说的 公益捐赠待会儿有个题 它有一个税前利润12%的标准 也就是说公益捐赠也不能好数做可没完了 税前利润的12% 那个是当期允许扣 以后超过的部分是以后扣 那叫可底扣差异 所以说公益性捐赠就算超标也算可底扣差异 非公益捐赠肯定是永久差异 这个需要提个性 税务上做收入会计上不认定的 比方说市通销售里面 税务局认为是收入 但会计上没有走收入的情况 也有 碰到这个的话 这两个都是加 这两个是减 来再看第三 对永久性差异 如果形成了私产负债 它的账面计税通常是一致的 这有咱们前面多次重复过 严格来说永久性差异 对应的私产负债 是不应该探讨账面计税的 因为它本身不确认可底扣差异 和应赖差异 那你认定账面计税是没有意义的 永久性差异匹配的私产负债 如果非要探讨账面计税 它俩是一样的 伐末支出形成的其他应付款 账面计税是一致的 严格来讲是两条线 只有暂时性差异需要探讨账面计税 整个的永久差异怎么调呢 这样调 税前会计利润 直接把永久差异这四个调进去 加上会计上做支 税务局不认 说的是刚才那个圈三 加上税务上做收入 会计上不认 说的是那个圈四 是通销售那个 减去会计上做收 税务局不认 是圈一 那个国债利息 成本法的分红收益什么的 减掉税务上做支 会计上不认 就是那个研发费的追扣 然后底下的这个暂时性差异 新增可抵扣加 转回应纳税加 转回可抵扣减 新增应纳税减 对 这不就调进去了吗 应税所得 应交所得税 DN资产 DN资产还是用 可抵和差异 新增 既借 转回 既贷 差异的变动 乘税率算 DN资产 借级或代计 DN资产是新增 应纳税 既贷 转回应纳税 既贷 变动额乘以税率 即DN资产 代计和借级 这个呢 圣卡道还是 倒计 锁的税费 你看他这个思路 推下来 其实就一个结果 永久性差异 发生时 调到应税所得 就完成了 我们刚才那个要求 因为永久差异 发生时 你就把它调到 应税所得 算应交所得税 推出所得税费 就可以 换句话说呢 碰到永久差异 是谈不上 纳税 应和快捷法的特色 那这个掺和的一块的话呢 你就在前头 把永久差异 塞进去 就OK了 剩下的话呢 跟前面一样 来个题 把它穿它一声 二年税前利润130 当年发生如下 伐末支出10 永久差异 应该是加10 国债利息6 永久差异 应该是减6 二年的4月1号 买了已公司股票 初始成本200 定为短线 年底供应价230 来画图 直接在这画了 首先这是账 这是计税 这是差异 看 二年初他买了没有 没有 账面是0 计税是0 差异也是0 年底的账是到多少 230 计税 200 差 30 什么差异 新增应纳税30 某销售部门的固定 21年初开始 则原价200 税务局认可 无残职 会计4年期年数总和 税务上5年直线 画图 21年初开始则 那它的原价是200 在这儿 200 20 会计上4年期年数总和 头一年十分之四 十分之四得切它80下去 这儿是120 第二年是十分之三 十分之三多少 60 切下去剩60 计税呢 5年直线 一年四十 卡过来160 卡过来120 这个是差40的科底扣 这个是差60科底扣 站在2年新增科底扣20 站在21年新增科底扣40 然后专利研发 半年研发成功 7月1号达到预定可供使用状态 会计5年直线摊销 没有残职 专利在研发中100的研究费 200的开发费 假定开发费符合资本化条件 你这样子 我们先把这个研究费说清楚 100的研究费税务局 200扣税 追了100%嘛 差的这100什么差异 永久差异 调税时减它就可以 那你这开发费呢 无形资产入账 你先说块钱上入多少 入200 税务上呢 入400 你当年摊多少 这个200400属于科底扣差异 做不做低延资产不做 但是摊销口径有差异 200的话呢 5年期直线法 当年摊半年 十分之一 摊20 这个呢 摊40 双方差多少 差20 调税时减20就可以 等会咱们再接着问一下 年底的账面多少 180 计税呢 360 差呢 180 是不是科底扣 是 做不做低延资产不做 你都得会 质量担保费 年初五 提了个三 支了个2.5 那他的账面计税 长这样 账面计税 差异 起头 余额是5 计税0 科底扣5 当年提了个三 支了个2.5 余额落5.5 计税0 科底扣5.5 当年是新增 科底扣0.5 来咱们传探一下 短线投资 新增 应纳税30 固定私产 新增 科底扣20 预计负债 新增 科底扣0.5 咱对上 0.5 这个呢 20 这个呢 30 这是应 这是可 这个没有啊 这个是新增的应 还是可 可 0.5 俩可一个应 税前利润 130 永久差异 罚末支出 加10 国债利息 减6 研究费追扣 减100 开发费 追加造成的 当期摊销 可径 差20 以按永久差异来调税 减20 短线投资 新增 应纳税30 减 固定私产 新增 科底扣20 加 预计负债 新增 科底扣0.5 加 应税所得 4.5 交税 是4.5 合它一下 130 你加个10 减个6 减个100 减个20 减个30 加个20 加个.5 还真是4.5 25 乘过来是1.125 科底扣有俩数 一个是20 一个是0.5 那就是20.5 的净新增 25 乘过来 低延资产借记 5.125 没错 应纳税呢 30 代计低延负债 7.5 所得税费 是倒几的 怎么个倒几呢 来给你数着 代计 应交税费 1.125 这不代低延负债 这不借低延资产吗 你就加它 减它 挤它 借记 所得税费用3.5 借记地延所得税资产 5.125 代计应交税费 应交所得税 1.125 代计地延所得税负债 7.5 问题来了 这个是地延所得税净损失 因为它比它大 你发现没有 这个应该叫地延所得税 损失或费用 损失吧 地延所得税净损失 等于几 7.5 减去 5.125 我给你减一下 7.5 减去 5.125 地延所得税净损失 2.375 如果要问地延所得税收益是多少 负呗 负的 2.375 如果问地延所得税收益的话 搞定 再来一个 会计税务如下差异 存货提检值300新增科技扣 质量担保费提200预计负债新增科技扣 研发费研究费1000 按175%追列 这是永久差异 别的事没有 问地延所产余额多少 就他俩 500的25% 125吧 算A就对了 他这个呢 就是哪个是挖的坑啊 就是那个研发那个 研发那个无形资产 入了这个无形资产账 他加计扣除形成科技和差异 但他不做地延所得税资产认定 我说是那个研发那个研发的那种研发的那种研发 它是什么研发的那种研发的那种研发